我先暂时画到这个地方 这是2G的一个量 2G的量大概总共加起来是这样子 可是这数字真的是不对 这应该改成是平均 平均 所以先把它改成平均值 这个数字就比较对的 好了这是2G这是3G 好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看神奇的事情了 就是假设这张图是2012年 那请问会不会有2013年 会啊所以请在资料来源 我们请把这个2013年的资料 按住它 拖曳到这个 这个 这个的连级然后放开 不是放到它旁边哦 它这样就会变成 它有2012年 还有2013年 好我们来去看这张图变成什么样子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就做了一些改变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不应该只有放2012 应该是一直到2021年 所以你应该是继续把这个2014年 拖曳到这个地方 放开 可以吗 再多放几年 好不好 一直到2011 请各位把2013 2012 2013 2014 还有2015 好如果你想一口气多放几个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6到8 好同时我是加印序法键 然后拖曳 拖曳进来到这边 那你总会想要看说总共放了多少进去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可以打开来看这一个表里面的资料 好我们来去这个编辑连结 好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01620172018 因为刚刚我的这样子的放法其实是就变成我就没有2012年了 好所以编辑就是打开这编辑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2012我还要2011到2015可以吗 直接拖曳进来 就2012到2018再加两年 请你2021 请加请放到2020 拖曳进来 好确定 好然后再接下来 现在你来去看这张图 对不起刚刚忘记按了一个重新整理 要按这个重新整理哦 好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来调整 等一下再来调整 所以现在你只要先完成一件事情把相关的2012一直到2020都放进来 那怎么放在你可以点选这个档案然后编辑连结 好201220132014那如果你放错可不可以 例如说假设我把2013先翻掉 2013被我删掉了 然后再重新再把2013翻进来 这边就有2013了 然后确定 好就麻烦请你先坐到这边 然后请你先档案 另存一下新档 因为存成今天的日期了 2021 09今天9号 今天99重阳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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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